现在看到不管如何川普是回归了 他在竞选期间也曾经多次的强调 他就说了北约还有各盟国应该要提高军费 包括台湾也应该要增加国防预算 而福斯新闻最近就报道说 台湾官员已经和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 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 有一名前川普官员政府的官员就说 台湾正在考虑一项非常积极大胆的军购案 以表明台湾认真面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听到了非常积极大胆的军购 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可能包括了多达60架的F-35战机 10艘退役军舰还有400枚爱国者飞弹 总价值高达了150亿美元 折合台币是4859亿 这边提供一个数据给大家 台湾2025年国防总预算的预估将会达到6470亿 占台湾2025GDP的2.45% 也就是四分之三都会拿来买美国的武器 接种也就是在台湾登江大学 整合战略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 他就说不管川普曾经提过GDP的10% 或者是O'Brien 还有科伯吉这些人所提到的GDP5% 作为国防预算 都在短期内不可能达到的数字 他说是mission impossible的 为什么他帮大家试算了一下 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大家看一下 以2025年台湾的GDP总额预估值 26兆4493亿来计算的话 10%就是2兆6449亿 如果是5%变一半的话 就是1兆3225亿 在2025年中央政府岁出总额 3兆1325亿的比例 分别是84%跟42% 也就是说如果国防预算提高到10%的话 是最高的话 是川普讲的 那只有16%是可以分给这些非国防预算 包括像社福 你想想看怎么可能 不过我们讲说川普是生意人 我继续请教温德拉老师 我们都知道他是生意人 其实他很会bluff 就是很会喊价 他先喊10% 但是最后呢 也许不见得真的是10% 怎么看 真的 那难道真的也要到5%啊 5%对台湾来讲 也是非常重的负担 怎么看呢 那当然是 这个10% 其实对台湾是很大的一个压力 因为来自于呢 我们呢 有时候再看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其实我们跟拜登买的武器 全都还没到位 但实际上 只要说去买武器 那就是等于同给美国交保护费 这个概念嘛 那你说10%那当然 其实 10%是怎么一个估算呢 可能还包括他的后勤跟维修 因为比如说我们准备要去买60架的F-35 准备要去买10艘的退役军舰 包括400面爱国者这个飞弹 他可以做什么事情 当然可以做一个嚇阻嘛 但实际上 很大挑战是长期的后勤跟 他的预算挑战 他的维修 其实是要去订补的 比如说我们之前像 为什么 之前我们买像F-16这些 为什么都要去慢慢退出 因为零件 零件不足 然后现在他也挺惨 所以加起来 我觉得10%呢 其实是有隐性地把它包含进去 但是呢 我觉得可能如果要到10% 也要请这个国王部跟美国呢 也相当地做一个配合跟一个磨合 这样子才能够让我们的预算 能够很精准地到位 这样才能够确保 我们的这个嚇阻力 是不是有需要的持续性 不是一时的嚇阻 是要长期性的嚇阻 老师我请教您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 非常大胆积极的军购 当中讲到了F-35 我的质疑是 美国真的会卖台湾F-35吗 我觉得此时 可能还 因为这个F-35 它具有一个功能 就是一个隐性跟一个感测能力 第二个快速部署 那其实这个是具有攻击能力的 因为其实美国对 现在台湾政策还是 台湾不独 这个中国不武 那你这如果你 太过照进 太过有攻击能力 他也怕我们就产生 变成怎么样 攻击最强防御 是他担心的 所以被卖给我们 我觉得 可能就喊喊价吧 OK 所以你也是质疑的 对 OK 那我这个同样的问题 想要请教施董 真的会卖F-35给台湾吗 还有就是 有关于军购 就提到这个保护费的问题 其实您曾经提过说 台湾对川普来说 不是缴不缴保护费的问题 而是因为台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军购 是缴了保护费 美军还有可能不来的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说 如果解放军打台湾的话 川普他说他要克200%的关税 那这句话如果解读说 那如果大陆愿意付200%的关税 就可以打台湾吗 这个逻辑听得懂吗 OK 所以问题就是说 川普把防卫预算跟区域安全 绑在一起的这个逻辑 您怎么看 防卫预算是区域安全的一部分 但并不是全部 所以区域安全不可能完全仰赖防卫预算 事实上我觉得台美关系 最重要的还不是说 美国想要台湾出多少钱 也不是说台湾可以付得起多少钱 愿意出多少钱的问题 过去的一个例子呢 常常是我们给了很多钱 然后买到的是不是台湾要的 是美国要大清仓的东西 甚至前一阵子传出来 甚至有一些不良品在内 你根本是无效的 报废的一个东西 而且美国在军售这个上面呢 它的确是有很多的政治考虑 除了政治考虑呢 也有特别利益的考虑 大家想想看 每年在美国那个 就是说每年国会监督调查报告里面 都会说有人哪一些产业呢 很积极的在进行国会游说 每次排在国会游说排行榜前几名的 除了药厂律师之外 就是军火商 那举个例子呢 美国政府如何保护这些特别的利益 比如说台湾有一阵子一直说 我们要F-16CD 美国就说这个可以考虑 不过这样好了 我们先给你一些F-16AB的一个升级零件 大家都知道说F-16AB 即使升级了跟CD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差距 那不是台湾要的 可是台湾为了得到CD 就说好不好就接受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美国给你什么 对对 过一阵子我们又再提了一次 美国就说你们F-16AB 已经又过了几年了 你们有一些修补零件 我先给你 让你的战力跟完备 我们再来谈 美国很会在 我们希望在这一张桌子上面 谈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先到那张桌子 把那个问题解决的 下次再来这一张 这是美国很会做setting agenda 一次生意 他可以分两只做三只做 都是对他有利 所以区域的一个安全政治 我们要了解说 政治决定军事 不是军事决定政治 那基本上防卫预算是一个军事议题 我们还是要更全面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OK 但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两岸一定要搞到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其实也未必 因为这两天有一个比较轻松 而且是蛮值得关注的喜事 这两岸联姻 我们说的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的儿子薄瓜瓜 传出允许罗东博爱医院创办人许文正的孙女 薄瓜瓜本人还到了宜兰拜会女方家长 并且到了博爱医院去做健康检查 而陆委会对此表示说这个案子是中国大陆人士 依我方规定申请来台团聚 因为申请人的身份特殊 政府全盘状况都有掌握 国安系统更是进行了严密监控 全城都派有人员关注 另外也表示说一切依法统合国安相关单位 掌握搜集境外人士来台 是否有违规异常动态 及时提供给相关权责机关 对于个案是不予评论 所以周老师我们现在看到 这应该好事 就是说薄瓜成为台湾的女婿 但外界有认为说就会引发政治效应 可是如果从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 您怎么看 首先我认为两岸之间的这种通婚 其实对两岸社会的一个相互认识 相互了解 甚至是建立一个非常广泛的感情 我觉得是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就是民党政府其实长期以来被认为说 对于两岸的交往以及两岸的这种婚姻的连结 是比较不友善的 我倒觉得民党政府应该要在这个时候 好好把这一刻补起来 就是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两岸的同婚 给予更多的祝福 给予更多的一个协助 那不过我看到就是说陆委会跟海基会的发言 是让人有一点这个错愕 因为陆委会说本案是这个依据 本案是依规定申请团聚来台 然后呢这个罗文嘉的说法 就是海基会的这个副总长 民事长这个罗文嘉 他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海基会还没有收到申请 如果没有申请怎么能够团聚 如果没有结婚如何能够团聚 的确 所以说现在大家新闻都在报说 他要来台湾娶亲 是不是在台湾结婚 那如果他没有先有一个结婚的证明 没有一个结婚的文书 后续的程序都不可能办 这个表示我们的这个陆委会跟海基会 对于我们两岸通婚 那个基本程序的ABC都搞不清楚 那这种状况外 要不然就是对于这种新闻的处理 完全的不谨慎 就是完全自由发言 那这不是让很多的两岸的配偶 陆配在处理 以后碰到相关的问题 会增加更多的误解跟错误的期待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展现你这个服务的热忱 以及我们在这个程序上 对大陆配偶的一个友善 结果完全失去机会 第二个国安单位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国安单位 说这个全程严密监控 国安单位为什么需要严密监控 他不过就是他的父亲曾经在大陆 对对对 他的确身份特殊 但是就一个陆配来说 他就是一个陆配 对 他就是来台湾 如果这样 如果说他已经能够来台湾团聚 那么应该他就是结了婚了 来这边请客 这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的一个传统嘛 那你需要搞到一个所谓国安单位来介入 你不这样讲 大家不觉得 你这样讲 大家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稀窍之处 所以我觉得这样都把两岸同婚处理得太隆重 太过头了 他就是一个 一位男士跟一位女士 他们结了婚 就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了 因为伯瓜瓜很多人在都说他有英国籍了 又说他现在在这个 他在一家叫做鲍尔的加拿大公司工作 是要拿加拿大的身份 然后现在陆委会又说 他是团聚来台湾表示他是大陆人士 到底他是什么身份 我觉得当然也许这是他个人的隐私 但是我会有下一个好奇 是说假如哪一天 伯瓜瓜想要在台湾重政 那或者说哪一个政党要提名 他做不分区立法委员 我不知道他这个国籍要怎么放弃 对不对 会不会他以英国籍的身份进来 然后说要规划成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这个时候陆委会又出来说 不对你曾经是大陆籍人士 你还要回大陆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然后他回大陆可能又是一个麻烦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其实透露出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一句话 两岸同婚是一个一件值得被祝福的事情 对两岸都有好处 那希望政府能够借着这个例子 把我们对大陆的大陆配偶友友善的地方 好好的讲清楚 如果发现有一些程序上比较复杂 比较混淆的地方 也把它解决好 把它弄清楚 我觉得对未来两岸都是有帮助的 但就这个案子各案来看的话 两岸联益其实是好事嘛 而且我们也常说多一点善意就能够少一点敌意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